我们的主题是 学习带着走 多功能带鼠宝宝育儿布骰 我们的架构有五点 分别是创意目的 作品特质 产品介绍 理论及原理 行销企划 我们的创意目的分为四点 第一点将布骰与育儿用品相结合 解决外出育儿之不便 第二点扩增实境的虚实整合教学 第三点可增进亲子互动 启发潜能与育教育乐的效果 第四点摇篮到摇篮的概念来设计产品 作品特质 我们的作品特质分为五点 便利性 一 携带方便 二 收纳方便 三 轻巧不笨重 实用性 一 认知教学布骰 二 多种育儿商品组合 功能性 一 增进育儿乐趣与互动 二 解决外出育儿之不便 三 扩增实境教学 设计性 一 环保设计 二 设计独特与美观 三 角色经济 代数 特色 一 教学育儿合一 二 叙事整合教学 三 摇篮到摇篮设计 产品介绍 我们透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来设计本产品 我们的布骰教学总共分为六个教学面向 分别是动物 形状 水果 家庭 车子 数字 打开布骰后可变成背筋 背包 哺乳精 围兜 四种育儿用品 理论及原理分为三点 摇篮到摇篮 产品采摇篮到摇篮认证的环保材质 让育儿过程中远离塑化剂与云光剂的伤害 扩增实境 让本产品的布骰能虚实整合的呈现本组自制的教学影片 让孩子有更完整的延伸学习 角色经济 本组利用代数育儿的习性来创造角色经济 代数 行销企划 本产品的行销企划 产品 核心产品 育儿更加便利的多功能布骰 正规产品 以代数宝宝在妈妈育儿代制样式作为本产品图案商标 争议产品 扩增实境 价格 本产品采成本加成定价法 通路 由百货公司、代卖厂等实体店面 以网路购物为主要的虚拟通路 推广 广告 本产品主要以网路广告为主 平面广告为辅 促销推广 正品行销 我们有 零钱包 有钥匙圈 公共报道 免费提供本产品给弱势家庭 以发挥企业公民之精神 我们的产品介绍到此结束 我们是 学习带着走 多功能代数宝宝 育儿不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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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